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说赶出最深 为什么抢 那哥们这么说的 估计是个北京人 说我也抢的是一个安稳 这话绝对是十有八九是北京人说的 但说了一句咱老百姓的话 我抢东西是抢了个安稳 我没抢那东西说一定要怎么样 网上有篇文章 最新的抢购风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么报道 抢盐之后多个省市开始抢购洗衣粉和日化用品 文章上来提到大陆老百姓抢完盐之后开始抢日用品 在新民网和微博上以及新华社的消息 有人说日用品在下个月将开始涨价5%到15% 最具有经济头脑的上海老百姓开始封抢 26号开始的 跑各大超市抢洗衣粉 肥皂 洗发水 牙膏 洗洁精 超市的存货一抢而空 老百姓的玉石里面堆满了抢回来的各种的战利品 这股抢购风潮近日在苏州 陕西和贵州多个省市出现 文章提到首先是在上海 比如说加勒福 大润发等这样大的超市 人们都去排队去抢日用品 涨价之风并不是空缺来风 实际是因为超市已经接到厂家的消息 厂家说从下个月起呢 这一系列的日用品涨价5%到15% 那为什么要这么涨价呢 原因是这些产品都是石化产品 而石化产品都来自于石油 而石油目前涨价过大 过高 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种风潮 文章里讲说最早开始抢洗衣粉的 是从苏州开始的 23号晚上开始的 那紧接着在贵阳 在这个陕西多个地方 也就开始抢起来了 大家就想一想 抢盐 抢完盐 人们对抢来的盐开始后悔的时候 牛脸就可以抢洗衣粉 您说是什么消息 什么渠道 让大家伙都知道 这头在苏州 那头在这个西安 在陕西一带 再往南去都跑了贵阳了 它是靠什么消息传播起来 让大家伙一块都进加勒福抢这个呢 这种力量 内在的力量和传播的速度 是党害怕 而文章最后这个结论 我觉得说的挺有意思 因为网民们把东西抢购回来之后 上网聊天 说我抢了三袋洗衣粉 我弄了20个洗头水 那大家得这么说 在说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朋友说了最后一句话 甭管真的假的 我先弄一大袋洗衣粉回来 再说 网上这篇文章我很欣赏 题目是这么说的 哥们抢的不是盐 是踏实 老百姓的抢颜和当官的抢权 生怕都有独立的民间智者成长 铁了心的要铲除一切可能挑战独裁的不稳定因素 是源于相似的心态 听明白了 老百姓抢颜是因为你当官的抢权 如果你不理解老百姓抢颜的心态的话 你就要想一想自己当初抢权的时候是什么样 文章接着说 真正的心态就是不踏实 这也正是独裁政权社会看似铁壁铜墙 牢不可破 可是稍有压力的话 他就会土崩瓦解 这是他的真正的原因所在 也正是当局无时无处不在的恐慌之中 拼命维稳 越维越不稳的真正的原因所在 常言道 谣言止于智者 谣言易于扩散 非理性行为容易泛滥 反映的是智者的缺乏 在开放的民主社会当中 谁是智者 自由的媒体 人格独立的记者 时事评论员 以及节目主持人 自由撰稿人 独立的政党 民间团体 意见领袖 民意代表和各专业学术社会 深具批判精神的专家学者 还有教师牧师等等 这样的社会 政府远不是唯一的权威 信息不被垄断 而法律和民意才是行为准则的最终的判决 所以在这样的民主社会当中 在日常生活中 你看到的是纷乱 就是共产党说的 我们不要那样的民主 在议会里大家吵吵闹闹 这是共产党说的 这是共产党说的 给咱们洗脑用的 但是当事情一旦出现的时候 你就看看今天的日本 当事情一旦 这么大的事情出现的时候 民间非常平稳 老百姓绝对相信政府的所言所作 作者紧接着就对比了一下独裁专制的国家 他说独裁专制的社会 智者何在呢 媒体是党的喉舌 老师是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 牧师和尚是接受党的领导的 民意代表 那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不提也罢了 具有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智者 不是在监狱里 就是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或者窒息状态 所谓的独裁社会 其实就是一个智者缺失的社会 那接着讲说 作为政权 这是指中共的政权 不仅是一个不容挑战的唯一的权威 而且也是信息的唯一正确的来源 是一切行为准则的规范者 和最终的判决者 弱大国家就一个政党 就一个超级智者 就一个伟光正 在这种情况下 你能相信吗 在网络上紧接着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在今天偌大的中国 一个真是一个伟大的智者之一的人 那今天呢 又成为世界新闻的新闻人物 高知胜获得言论自由奖 文章提到 3月24号晚上 中国维权律师高知胜 荣获了本年度自由出版组织 查尽目录所颁发的言论自由奖 那这个奖项实际是 英国的最高的人权奖 高知胜失踪快一年了 所以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颁发这个奖的时候呢 是他的太太耿和女士呢 透过视频跟这个记者呢 有联通 在接受采访时 耿和是这么说的 我多希望今天站在讲台上的 不是我 而是高知胜本人 如果那样 我不仅会为他高兴 更为他重新获得自由 能够自由地呼吸 自由地思考 自由地讲话而高兴 我的先生高知胜 他是一名人权律师 他坚定不移地站在当事人的一边 尽其所能地为穷人提供免费帮助 耿和接着讲说 从上一次露面到现在 又将近一年时间 我们不知道他的音讯 高知胜目前经历的是 中国目前人权的真实的状况 在此我代表高知胜 感谢受奖组织 授予他2011年言论自由奖 感谢他们对高知胜律师 坚守人权和自由贡献的认可 再次感谢西方自由社会 对高知胜律师的支持 你们的支持和关注 是保证高知胜安全的最大的保证 谢谢大家 那高知胜律师的 所有遭受迫害的这样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 是他连续三封公开信 和公开退出中共 而这样的作为 是他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真相之后 对他的鼓励 对他的这种激励 以及他知道了 在中国有那么多的中国人 遭受着如此的残酷的人权的迫害 而施予迫害的人 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 在这篇文章呢 就表现出 一个将要成为智者的人 中国人 大学生 如何被扼杀在萌芽中 如何把你智者的这种矛头 这种意思 这种才智 给你咔嚓腰斩了 自由亚洲电台一篇文章 北大不容思想偏激 清华宣传精中报党 文章上来提到 那早些时候 北京大学将对思想偏激 生活独立 等十类重点学生 进行学业会商 清华大学却举行 学生精中报党的讲座 这种做法 引起了不同的争议 文章提到 北京晚报星期四报道 五月以后 北京大学将在全校推广 实施对重点学生 进行学业会商的这种制度 包括学业困难 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 文章里也提到呢 说北大有些学生的 支持学校这种做法 是因为这些学生太嚣张 往往因为一点小事 就诋毁北大 应该将他们送到丰仁宴去 而北京媒体人阿丁跟帖 是这么说的 封人院就不用送了 因为现在的北大 就是封人院 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话 这个话就把我那话说了 那如果去顺从党的立志 顺从你学生会里的 或者系里面的 党委书记的要求的话 你是一个听话的 听党的话的孩子 那你往哪去 你死后就见马克思 而马克思呢 是为撒旦干活的 所以你死后就见撒旦 你哪都去不了 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的讲师 张雪忠 在博客上是这么说的 容不下思想偏激的人 往往也就是喜欢 去做出野蛮行为的人 甚至他的行为 比野蛮更野蛮 而清华大学就更邪门了 根据清华大学博学网介绍说 为了迎接建党90周年的 系列活动之一 京中暴党 中国共产党90年 与大学成长之路讲座 上星期四举行 两个多小时的报告当中 清华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立举了伟大的党的光辉的业绩 他肯定没说伟大的党 自他建党以来 他的总书记几乎都是反党的 和被党干掉 建党以来死在共产党手下的 普通的中国人 高达八千多万 建党以来 党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都是给普通中国人带来伤害和血腥的 今天这个文章咱凑在一起 大家就听明白了 听党的话 你就是个愚民 那党说的思想的偏激 海派 其实你就保持了自己独立的人格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